2022年下,19天18晚,3600公里的房车之旅,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从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发,预定了早上9点的渡轮,8点半之前必须赶到码头,在指定的地方等候。 周围都是各种大车,因为像这种非正常大小的交通工具需要提前上船,而且必须停在渡轮的最下面一层。 在海上漂泊一个小时40分钟之后,抵达了温哥华码头,没有丝毫的停留,我们就直接开始了行程。 这次的目的地呢,是卡尔加里,但是从温哥华到卡尔加里有将近1000公里,毕竟是出来玩,不想赶路,所以我们决定在这条路上停留两晚,边走边玩。 第一站是卡尔加里,从下船到码头的第一个营地刚好是400公里。 正常的情况下,4个多小时不到5个小时肯定是可以开到的,但是因为拖着房车,在保证安全和接受能源的前提下,我们决定慢慢开。 限速110的高速路上,我们的速度基本上都保持在八九十左右,下坡的时候会超过100,但是上坡的时候可能会降到60。 这样,汽车的发动机转速都很好地控制在了3000左右或者更低。 这样做呢,有利有弊,不好的地方在于,由于开得比较慢,行程就变得更长。 在双车道或者三车道的时候,其他的车辆都能表示理解,他们都会从左边超车。 加拿大的高速设计也是很人性的,上坡的路段基本上都能保证有双车道,这样大卡车也能够在慢车道慢慢地爬坡。 可想而知,我们最怕的就是单车道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稍微开快一点,照顾到后面的车。 好在每过一段距离都会有一段专门用来超车的双车道。 开得慢的好处也是有的,爽油肯定是第一个。 我们的SUV在不拖车的时候,油耗在15升每百公里。 但是由于开得慢,这400公里开下来,油耗只多了一点点,不到19升。 在油价如此之高的2022年,还是能省下不少的。 另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 我们在这条路上看到了好几起车祸,这些近在眼前的车祸也时刻提醒着我们,降低车速,注意安全。 这400公里的路程加了一次油,上过一丝卫生间,将近7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第一个录音地。 到了以后发现没有工作人员,于是我们就打电话询问。 被告知因为已经在网上预定了,所以来到之后可以自己选择一个空位停房。 于是我们就直接停在了最左边的1号位置。 飞到空中可以看到这个营地是在一个果园里,只有9个位置,算是非常小的房车营地了。 但是位置还算不错,在一个山上,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城市的全景。 到了之后,吃了一点提前准备好的晚餐,就决定出去逛一逛。 毕竟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科罗纳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一山傍水,气候宜人。 所以这里到处都是果园,盛产葡萄。 也有很多的酒庄。 我们晚上就去了一个很有名的酒庄,不过去得太晚了,都关门了,就在里面随便转悠了一下。 第二天我们只用开200公里到第二个营地,不是很赶时间,所以早上又去了这里很有名的袋鼠农场。 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小动物,小朋友特别喜欢这种地方。 中午的时候我们便再次拖上了房车,前往下一站,Revostok。 不慌不忙地开到了第二个营地。 虽然营地有不少树,但是运气好的我们完美地避开了所有的树荫。 这一天初期的热,再加上早上在动物园里玩了很久,所以我们都躲在开着空调的房车里,绝地哪里也不去了。 这个营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靠近铁轨,而且火车还特别多,尤其是一大早。 像我这种对噪音敏感的人,就真的是一种煎熬。 隔天早上我们匆匆收拾好,就准备前往我们的目的地,卡尔加里了。 一大早就犯了一个错误,出发的时候瞟了一眼汽车的油表,还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剩余,于是决定开一会儿再加油。 就这样离开了Revostok小镇。 开出去大概五分钟的样子,看到公路边上有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下一个加油站在150公里以外。 于是马上查看了汽车上显示的可行驶里程,也是150公里。 于是大家在车里进行了热烈的小组讨论,几分钟后我们打成共识,掉头回去加油。 要知道,后面的山路很多,说是150公里,肯定跑不了150公里。 于是在开出去大概十分钟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一个机会掉头,回到了刚才的小镇加油。 大家都感叹,还好刚才看见了这个提示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加满油之后,我们重新开始了旅程。 从这里到卡尔加里的营地也差不多是400公里。 慢慢悠悠地,我们在下午顺利地到达了营地。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就没有任何的航拍视频和大家分享 我们在这个营地住了11晚 白天的时候基本都是进城玩耍 卡尔家里玩的东西就非常多了 下面呢就不按时间顺序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里玩的些什么 我们去了卡尔家里的科技馆 小孩都喜欢这种地方 一玩就是一天 去了动物园 去了游乐场 游乐场就去了两次 去了卡尔家里的历史博物馆 可以说是一个小镇 这里展示的都是过去的东西 比如说蒸汽火车 复古的游乐园 复古的街道 里面的工作人员也都是穿着过去的衣服 来到这里仿佛穿越到了旧时代 非常有意思 我们还去了卡尔家里附近的恐龙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呢 是全球最大的古生物博物馆 收藏了世界上最多的恐龙画石标本 非常值得看一下 这次来卡尔家里 也刚好遇到了一年一度的牛仔节 看到了真正的牛仔表演 还有摩托特技表演 小狗表演 非常可爱 再就是逛各种购物中心 开房车露营 还有一个最大的便捷 就是可以自己做饭吃 随便在超市买点菜 然后在房车上烹饪 和在家里差不多 如果实在赶不回来 也就在外面买着吃了 在外面玩的时间比较久 必然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洗衣服 第一种办法呢 就是自己手洗 然后晾在外面 但是如果玩的太久 没有精力和时间 还可以去公共的洗衣房洗衣服 这里大一点的营地 都有公共洗衣房 投几枚硬币就可以洗衣服 还可以烘干衣服 在卡尔加里住了11晚之后 加上之前的两晚 一共13晚 第14天 我们就要开始往回走了 同样选择的是边走边玩 我们的下一站 是非常有名的半府国家公园 从卡尔加里的营地 到半府很近 只有100公里 进入半府国家公园 是需要买门票的 按车收费 一车一天21块钱 我们呆两天 付了42块钱 我们呆的营地呢 是半府最大的营地 而且是属于政府管理的 环境和设施都非常好 安营扎载之后 我们就出去转悠了 因为待的时间不长 所以想多出去看看 这天下午我们在半府小镇的附近 转了一下 景点太多了 只能走马观花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路易斯湖那边 路易斯湖绝对是半府最出名的景点 早上10点过来 旁边的停车位就满了 工作人员直接招手让人离开 还好我们运气不错 刚到就找到了位子 在半府 越是有名的景点就越难停车 反正你就往车多的地方去 肯定能找到好玩的 在路易斯湖旁边呢 就是孟莲湖 这个景点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旧版的20元加币 用的就是这个景色 不过也的确是漂亮 在半府待了两晚之后 第16天我们又要往回走了 下一站呢是Camloops 这一次是这次旅行开的最久的一次 将近500公里 用了7个多小时才开到 这一天是我们觉得最热的一天 又遇到了旁边是铁路的营地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到哪里玩 加了个油买了点菜 就在房车里休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17天 还有最后两晚了 我们一路南下260公里 来到了靠近美加边境的Manny Park 这里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没有大的城市 基本上都是山水树林 路也非常不好看 到了之后 手机信号基本上就没有了 可能到了这里 才有一种远离城市的感觉 这个营地非常的新 房车之间的距离都很大 虽然是单价最贵的营地 但是感觉也是最好的 如果和前一天的营地比较一下 就知道差别在哪了 在大自然里玩也很简单 只能是游上玩水 旁边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 来的人也很多 徒步 划船 游泳很热闹 吸引我们注意的是 在湖边生活的一群小地鼠 它们真正的名字是 Columbian Ground Scroll 应该是这个地区特有的一种 长得像松鼠 但是生活在地洞里的树类 非常可爱 18晚过去了 第19天 我们收拾好行囊 拖着疲倦的身体 再一次回到了现实 最后总结一下花费 这次旅行总共行驶了3600公里 大概一半托房车一半自驾 邮费总共是1276块 18晚的营地呢是1028块 各种景点门票550块 剩下的就是购物还有买食物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 谢谢收看 祝大家生活愉快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